今次的單位扣除露台之後 使用面積大約只有233呎 單位中已經有開房式廚房和廁所 設計師需要在僅餘的空間 劃分出客飯廳和睡房 這個單位比較特別 它不是一個四四方方的積 比較三尖八角 因為三尖八角的位置 有些位置要令到水平 例如電視機和梳化怎樣可以對正 設計師就做了一幅斜身電視牆 在電視對面這個位置 之後就會放一張梳化 還會加多盞燈 就會做一個客廳空間 設計師就將剩餘的空間 劃分出上下兩部分 上面放睡床 下面就是飯廳 我們一直去研究 去發現這個客人想要什麼的時候 我們發覺他其實是想要一些 比較光亮 有多少少少白色 再有些自然的木色 我們就用了這個日式的感覺 去配合 令到他做到這件事 日系、白色、自然木色三種元素 就打造出這個日式茶室的飯廳 吃飯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圓景 長身用了哈文研脈普通平面木板 凹凹哈文看起來不單調之餘 條紋還可以令長身有延長感覺 空間感更加大 長身後面隱藏了不少收納空間 衣櫃就藏在電視旁邊 除了有一層板、衣通之外 底板下面還有儲物的位置 設計師更善用飯廳下層的空間 做了一個儲物地台 原來飯台都可以收起 其實,戶主便是準備結婚的一對互相 所以他們都有考慮 遲些可能有機會生小朋友 所以現在你坐的地方 就是一個地台 將來有小朋友都打算 會在這個地台上放置 床褥給小朋友分 又或者在地台上玩玩遊戲 飯廳沒有封住露台位置 所以戶主仍然可以使用露台 而飯廳上面就是角樓 角樓足以放一張4呎半雙人床 空間不算局促 這裡就是戶主睡覺的地方 其實看到枕頭面這個長身 它都做了一個櫃的設計 另一邊都有薄身櫃 而且設計上都盡量不遮蓋原油的窗 確保角樓光線充足 角樓樓梯都是日限顏色搭配 設計師不單將櫃桶印藏在梯級裡面 連地台側面都有 地台下面的燈槽 還可以增強單位裡面的空間感 看來沒那麼死板 市面上有很多這些高樓底的納米樓 角樓是否唯一的設計呢 其實我們這些納米樓 主要有三個方案可以做的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角樓 上面就會是睡覺 下面是廳 另一個做法就會是open space 其實一進來就飯廳 然後就睡覺的地方 有點像酒店的感覺 第三個個案 就好像是一個 所有東西都是好像機關一樣 所有東西都可以收起來 這個空間現在是廳 然後收起來之後就變成房 怎樣取決於你怎樣選擇呢 就是要想一想你究竟 哪一件事會經常做 例如你是不是經常煮飯呢 如果你不是經常煮飯 你可以想一下餐桌會不會收起來 可以收起來 最重要當然是樓底 如果樓底可能要去到2.8米 就會比較合適去做這個角樓 其次就是要看一看那些陣的位置 你看到現在這個整個設計 你以為是很多都是木 其實這些木的裡面 都有一個鐵的支解裡面 它會支援整個建築 上面這個圍欄都是金屬的 所以你們就真的不用太擔心 它的安全性是非常之堅固的